我们我来示范如何盖漂亮的章 怎么样去盖漂亮的章 那肥皂呢 通常我切好之后 我大概会放到隔天 就是满24小时 让水分蒸发干一些的时候 再来盖皂章 这样子可以避免水分太多而造成沾黏 但是如果说你非常心急 想要去就是切好罩 马上就要盖了 那其实盖罩上有个小技巧 就是喷酒精 那酒精我是用95%的酒精 那你要用七鼠的话 可不可以呢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不晓得 因为我都是用95%的 那我现在桌上呢 有两款罩 一个这个是刚切的 比较Q软 水分还很多说比较Q软 然后这一块罩呢 已经有24小时了 那刚切好这块罩 它比较Q软 所以你在等一下要盖皂章的时候 你的压力不要太大 然后这绿色就可以大一点 好 那我盖皂章不是用手压 也不是用压皂台 我是用这个锤子 橡胶锤 你就买最小号的橡胶锤 来敲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现在示范噴酒精 你酒精可以碰在皂上 或者是要喷在那个罩章上面 也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试试看这个 这个是刚切的 它比较软一些 所以我在敲的时候就不要太大力 在我敲的时候习惯性是 四个边角下去敲 不要往中心点敲 四个点 然后这个这种脏透明的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说 哪里没有敲下去 那那个地方就是线条不是很明显 如果线条不明显 就表示你没有敲得很用力 这时候你可以再补敲一下 好 那我们先拔看 拔起来看一下 这样子可以吧 好 这是刚切的比较软 所以我敲的时候力量没有很大 那换这一款 试试看这个脏好了 然后你注意听到我敲的时候 声音就比较扎实了 这样子 然后有些觉得说 像我的脏很复杂 这样敲 我要从哪里敲 喷 这个很小 右下 这里的图 往这边敲 这样子 那我如果说我觉得线条 那个不是很明显 再合上去 再敲一下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好啦 其实盖造帐很简单 小技巧就是喷酒精用敲的 就这样子 拜拜 拜拜 by bwd6